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有时候我们在电视或新闻报道里 听到有些人说食物中毒 要大规模地查出什么源头 有时听到都好像挺客人 但问心说真的 我相信很多听众 都可能会经历过食物中毒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 都可能会经历过这个状况 其实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食物中毒发生的情况 我定义应该是怎么样 以及有些什么我们可以监察得出来 然后处理方法是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都试过 因为食物中毒 就是吃了一些受了污染的食物 包括有些毒素 有些化学物 或者一些细菌感染了食物 令身体犯出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所以有时可以看到 你所谓的报章上间中会有 一个集体中毒 很多人都会进入医院 不知道去搞 一般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都是没有胃口 有人作呕作门 没有人作呕 都很厉害 腸子抽痛 肚舌也很厉害 有时候会有飙汗 或者飙冷汗 或者会发烧 这些都是一个食物中毒的 很常见的症状 当然食物中毒 会导致身体 可能会严重脱水 Electrolite 产生不平衡 可以导致神衰竭 和出现幽黑 这些都是可能在食物中毒 会出现的东西 当然尤其是长期的 很严重的 不断的呕吐 这些会出现的问题 尤其是小嬷仔 婴儿在外国 很多的食物中毒 因为食物中毒 出现脱水而死亡 所以食物中毒 这个比较严重 要小心点去看它 一般来说 如果你呕吐 不断的呕吐 持续多了好几个小时 都不行 或者你吃的食物 可能因为吃了一些罐头的食物 因为罐头的食物 是被那些所谓 欲毒汗菌感染了 出现了欲毒 就是欲毒的中毒 Botulism 这个比较严重点 可能致命的 可能导致瘫痪 致命的 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当然也会急症 有时候你吃了一些 所谓有些毒菇 不明来因的菇类 其实有一种毒菇 这种可能 比较严重很多 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我当然也要留意一下 病者的面色 或者有没有眼睛 有没有痘下来 痘下来就是代表 脚水也很严重 看看是否水盆很干 爆裂 有没有出汗 或者發烧 如果是嘔 嘔得是否很密 多密 或者在扯 那个扯 有些人会在医院企图看看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细菌或者有些伎生虫 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通常有几种疗剂可以很快就处理得到 如果你发现病人感觉很不安、很惊青 你可以考虑给Arsenicum album 这个差不多是第一线 未必说很惊青、不安 你也可以想这一种 有时候吃了一些山冷的水果 这个是Arsenicum album A-R-S-E-N-I-C-U-M Album A-L-B-U-M 如果发现那个人嘔吐得很厉害 我就会想到是什么呢 是肚筋 I-P-E-C-A-C 肚筋 或者Varatrum album 是白泥露 V-R-A-T-R-U-M Album A-L-B-U-M 即是要是饱肚都很厉害的 如果那个问题是出现了 因为吃多些很肥腻的东西 或者吃得一些很丰富的食物 可以考虑的是Nuxmomic 马泉子和Pulsatela白头翁 如果你发现肚痒得很厉害 还有那个肚是搞痛得很厉害 那就会想到是Potophyllum 那个是竹叶草 Potophyllum May apple P-O-D-O-P-H-Y-L-L-U-M 还有是Varatrum album 就是那个白泥露 刚才我说的 那如果你吃过 你那个是因为吃了一些毒菇 就是出现了 那你就会想到那种 Agaricus Agaricus就是毒菇 是一种叫做毒鹰散 其实是一种毒菇 Agaricus是一种本身的毒菇 通常我们发现 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 在几个钟头 一天就会搞定的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经历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让你知道 那个疗菁的功效是快到惊人的 那我有一晚 都是几年前的 有一晚 突然之间睡了一觉 就觉得人好像不舒服 那种不舒服就好像觉得人 好像想吐一下 就是想吐一下 但是吐不了 种种不安那种的 那我的感觉 可能吃错东西 最早可能晚上吃那餐有些问题 那个症状很简单 我觉得是 胃好像不安不舒服 就想吐 感觉吐到很舒服 但是吐不了 有些人会扣喉的 那我就没有了 那我就立刻拿了一剂 马泉子 Nuxvormic Nuxvormic 30C 我记得避免了疗剂 我记得了很多疗剂 疗剂制定在那裡 好了那我吃一剂 吃了之后 是五分钟之内 我就立刻去厕所 去厕了 很快的 初初就是想吐不了 一吃一剂之后 立刻去厕所蹲下 厕 一直厕厕厕厕厕厕的 然后就要吃一剂 可以说那头吃了之后 都不够两三分钟 就是完全没有了 我有一时想想 吃那些东西 不是一次厕就没有了 应该有很多次的 为什么我一个疗剂 一下也不够五分钟 就完全没有了 好像我完全没有病过 這件事我到時都在爭執 沒理由這樣瘋一瘋就沒有了 賺你好就好了 這個療劑簡直是驚人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經歷到 真的是嚇死你 是快到一分鐘之內就好了 這是我自己最近的經歷 如果有時未找到療劑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做得到呢 通常人們都知道吐、吐 有個問題是可能會脫水 尤其是寶寶仔 所以一般人就喝些飲品 有些人喝抗傳的Gatorade V8Juice、V8Juice這些飲品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種一種的 有些人就是在印度 有一個醫生 因為在那個地方很多寶寶仔 是因為吐舍、食水污染 吐舍而過生 這個醫生就發明了一個很簡單的 有時候你這樣喝水都不可以 他就會用什麼呢 他用一些當然水加一點橙汁 有些鴿、鴿、鴿、葡萄糖粉 不過家裡現在都很少了 加少葡萄糖粉 再加少少鹽 就是少少鹽 這種做出來的水 沖水的能力強很多 好過就這樣喝水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起碼有鹽 家裡個人都有一點 果汁、維他那些橙汁 個人都有機會有一點 用這些東西加進去 來喝水 令你脫水的問題 容易處理得到的 當然有些人吃錯東西 吐了 接下來有一點餓了 通常我建議 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盡量忍住不要吃東西 給腸胃多一點休息 不要說餓了你又吃 吃了之後可能又不舒服起來 但如果你真的要吃 吃一些清淡的東西 中國人最流行的 粥 鋪點粥飲 在外國人就很流行 用一些蘋果醬 蘋果醬 有些人就吃一些多士 因為多士 你烤了之後有些碳 碳就是幫你吸毒素 吃香蕉 當然如果家裏有乳酪 或者有狐乳酸菌 這個時候就好好的吃 吃多一點都可以 當然休息很重要 這個情況 我們不要說到 剛才出現到很嚴重脫水的情況之下 但這個食物中毒都很常發生 院生麻煩你幫我們再詳細介紹一下 那幾種療劑的特性 讓我們容易掌握 對 我平時習慣用的手損 刺損 可以這樣解釋 手損的療劑 我自己講的經驗 就是馬前子 Nuxv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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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就是 人家的胃好像不舒服 有時候有空氣 作悶 想嘔 但又嘔不到 通常是 之前吃多些太豐富的食物 或者喝了一些酒 這方面 那些人是不安 有時候會比較敏鎮 或者是 沒有什麼耐性 有時候就有氣 還有呢 想嘔不能嘔 還有想嘔不能嘔 或者是想嘔 有便意 但嘔不能嘔 通常呢 這種情況的人 這些人通常 可能之前呢 喜歡喝刺激的食物 吃很多香味重的東西 很多辣的東西 新辣的東西 肥膩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這個可以說呢 文明人呢 大飲大食之後呢 很容易呢 感覺不舒服 起碼胃不舒服呢 可以想這一點 它未必是食物中毒 這是大馬前指 好了 那接下來呢 食物中毒的首選呢 就是新 Synicum album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那些人要去外國旅行 去印度 之類之類 或者去泰國 突然之間吃那些 不吃慣的東西呢 那突然之間呢 是出現呢 就是那個嘔吐 嘔吐 很厲害的 這個身形的人呢 他也都會肚會搞痛 他人有時候比較焦慮 好像覺得會不會死啊 那樣 他人就很不安 甚至乎有時候呢 他會覺得有一種 消氣那種的痛 他人呢 就比較瘴寒 還有呢 想喝些小口小口 嘔吐一下 嘔吐一下暖水的 那他人呢 就當然了 就對那個身體的現狀 是比較有種緊張的 OK 那還有呢 新的症狀呢 通常呢 在午間 在Midnight 和凌晨兩點鐘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OK 那這個就是我的 即是經常用得到的了 好了 另外一種呢 我自己的臨床 在診所常常用的呢 就是那個 Portophyllum May apple 粥葉草 Portophyllum May apple 是一種有毒的蘋果 那通常呢 那種症型呢 就是 他呢 就是 肚子就鼓鼓聲 搞痛得很厲害 很多氣 還有呢 可是躹躲躺的時候呢 就差不多是爆炸式的爆出來的 噗噗噗的爆出來了 往後 在當中 看著那個躺便呢 通常呢 傾向的是黃黃綠綠的 好 還有呢 它因為爆出來呢 整個齒盆都是烏都拿大 被它爆成了 那通常呢 就當然啦 這種症狀的 肚舍呢 那些人呢 但在床上急急跳下床,因为很急的,赶不及的 尤其是凌晨五点钟被蓉而出现 好,记住,它很搞冷,有很多汤被蓉蓉爆出来的 黄色的糞便,通常那个问题都是吃了酸的水果 或者喝了不极的水,这个也是我在临床室诊所经常用的疗剂 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只就是肚巾 Epicac,顾名思义,那个人的症状是呕吐得很厉害 那些吐就差不多是喷射式的疼 所以那个呕吐的症状是强一点 还有呢,它那种闷的感觉是呕了之后都没有舒缓的 那么那个胃那里呢,觉得好像聚聚啊那样 那么一闻到这些食物,都觉得想作呕的了 那么这个就是肚巾这个疗剂,这个我都是比较常用的了 好了,接着来就是白头翁了,Pulsatela 那Pulsatela的人通常是吃了一些肥腻的东西 或者吃了一些冰淇淋或者猪肉之后呢,是比较肥一点的 那么整天觉得那个胃呢,就好像很重重,聚着聚着的 那个症状呢,就整天都好像边来边去的 那么,也都那个人呢,在当时是不太觉得口渴的 那么,那那个症状呢,那个情绪方面呢 就那个波动啦,转变都很厉害啦 那么,还有比较容易哭,那么哭得来呢,希望有人陪他 那么,也都是很怕这些局的房间,想要打开一个窗啦 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白头翁的主要证明来的 那么,很多时候我用在这些,那些人呢,就是 很多人吃了东西都经常都不舒服的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很多年前的了 那么,他就经常说胃不舒服,胃不舒服 很多年了,那么结果我就用了白头翁给他之后呢,是男人来的 给他之后呢,他就整个问题全部搞定了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万一是真是罐头 罐头中毒,这个就是food poisoning的罐头那些 那么,我有一种叫做Botulinum Botulinum就是那个,是那个肉毒的中毒 就是,经常说,见到那些罐头呢,就是变了型的 然后,它就吐了起来,不要斗他了 因为这个呢,通常呢,是代表里面的那些肉呢,是已经变坏了的了 那么,当然,这个症状的人呢 病症呢,就是,那个肚子呢,就会搞痛得很厉害啦 那么,还有呢,是intern有困难啦 还有,呼吸都有困难的 还有,发现呢,那个面部的肌肉呢,就全部呢,是软弱了 但是,那人呢,整个虚弱了,走到都不是很走到 又闻,讲过,那个,就是说话呢,都是捂一下捂一下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真正的食物中毒 那么,很多人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老了就进了医院的了 那么,但是,我亦都可以呢,是企图呢 如果手上的这个疗剂呢,就可以用那个Botulinum 这个的肉毒中毒的菌里面,做出来的同类的疗剂了 那么,如果你知道呢,你的食物呢,可能是跟那个,吃到那些毒菇有关 OK,那么,还有那些毒菇中毒呢,很多时候呢,那个症状呢 就出现很多些抽缩,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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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就弹啊弹啊跳啊跳啊跳啊,还有抽筋这个症状的 那么,当然,那个人呢,就是很轮盡啦,温温顿顿啦 那么,还有呢,发现呢,四肢呢,就很冰冻的 好似呢,好似呢,冰冻的四肢,好似呢,差不多是 就是,冬天的冻疮那种这样的,那种刺痛的 那么,这个疗剂就是Agaricus啦 就是那个是,那个毒鹰酸,这个疗剂来的啦 好了,那么,除了这个啦,比较,其他那些呢,就,乳源啦,Pyrogen 那,Pyrogen呢,多数会吃到一些腐烂的肉类啦 就是,就是很多的,就是身体是出现有烧啦 啊,还有呢,身体排出的废物呢,很污,很臭 就是一种很毒的状态啦 那么,那人呢,就,扣出来的那些分辨呢,脚脏脏啦,臭痛啦 扣出来的那些分辨呢,嚇一跳,很臭,很臭的 或者,或者便秘,这个呢,就是比较,我就是 真正食物,食物本身有毒的啦 好了,接着,就是那个,白泥炉啦 白泥炉的症状呢,有啦,搞痛都很厉害啦 吐啦,吐啦,吐啦,吐啦 那,同样的症状呢,那人呢,是飙冷汗的 这个是一个白泥炉的主要症状的 那个面颜呢,飙了冷汗啦 那人呢,就坦了啦,那人都变了,青青藍藍啦 那,那个,那个,肚射呢,都是很大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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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便啦 那,又痛又水汪汪的,那,通常呢,也是,那个,拖出来的那些分辨 很快,很急速,这样的,ok 那,这个呢,就是那个白泥炉这个症状,出汗啦,这样,弹晒 好啦,最后一个疗剂呢,就是那个,Ertical urine, Stain,即沉麻啦,ok 通常呢,这个的症状呢,是那些人吃了一些贝壳类的食物,ok 对贝壳类的食物敏感 那,通常的症状呢,也都会很强烈的症氧啦,刺痛那种感觉啦 和那种风烂爆出来呢,就好像有一种烧的风烂,有一种刺痛那种感觉 那,这种这样的风烂呢,食物,就是吃了食物中毒,跟着虽然风烂啦 那,这个通烂呢,通常呢,就是会,洗澡之后呢,就会差,运动之后比较差的 那,就稍稍刺刺,这些这样的,由那个,因为贝壳类的食物引发 很多时候,这种这样的食物的中毒的症状,好 嗯,好,麻烦了,《野生一灵寸》帮我们介绍了,今次有成十只的疗剂啦 那,相信大家呢,都要慢慢地再重温回呢,听回了我们的那个 那个的录音啊,那些东西,就可以了解多一些 那,刚才说过呢,就是,我们都是不用等到 那个症状去到很严重的时候呢,才去找急症啊 或者一些东西来做处理的,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是 好像听听袁医生自己的经验来说呢,只不过前后呢,就是 就是,由他感觉不舒服,直到完全好了,都是呢 十分钟以内呢,已经搞定了,已经完全是不需要了 只要你懂得用疗剂,家中常备那个套装在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可以呢,不需要说,那么紧张的状况之下 又要可能就去找医生,找急症,找医院那些东西 有时可能他们也都,进到医院里也都未必帮你做到些什么 那你脱水,不用补水那些东西 那你及早医治了的时候,就不用要去到这个地步 所以呢,希望大家听众听了之后呢 就可以,是尚秘的套装在家里那里 好了,感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关于那个疗剂,或者是产品上的问题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谢谢袁医生,拜拜 祝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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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